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到6月12号的国语周末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港台方面消息的详细内容 香港回归之后首次由港澳办主任到香港考察 主任王光雅抵港之后与行政长官曾应全会面 在香港三天的考察行程中 王光雅会抽时间和政府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会面 王光雅坐车进由深港西部通道抵港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及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到边境迎接 王光雅并没有发表讲话 下午4点左右 车队抵达湾载王光雅入住的酒店 酒店明显加强了保安 有大批警员助手 王光雅此次访港行程紧密 但据了解 他会抽空会见政府政策局的常任秘书长 包括12个政策局及特首办总共18名常任秘书长参与会见 政府公布王光雅行程时 特别提及在香港期间会会见特首曾应全及高层公务员 中央官员特别有一项行程 集体会见高层公务员是比较少有的安排 有学者就认为 王光雅此举显示中央都关注特区政府问责局长 和常密为首的高层公务员磨合的问题 学者又预计 王光雅会借机会向常密了解 他们对特首的期望 诉求等 WOW TV 王晓晓报道 12号在厦门举行的第三届海峡论坛上 中国国家旅游局宣布 6月28号 北京 上海以及厦门居民 可以申请到台湾自由行 另外两岸还同意开放福建居民 赴金门 马祖以及澎湖地区自由行 具体的细节会尽快协商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旅游 第一批四点城市为 北京市 上海市和福建省厦门市 并将于6月28日前正式启动 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奇伟 在12号举行的第三届海峡论坛上表示 两岸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按照积极稳妥 循序渐进的原则 以发展情况逐步扩大开放范围 同时两岸还会增加客运航班 每星期有558班 增幅达到五成以上 另外大陆新增延城 兰州 温州 及黄山四个定期航点 台湾则新增台南航点 至于旅客关注的票价问题 双方商定 将对北京 上海 至台北航线的票价进行调整 为了迎接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 北京游旅行社已推出机票加酒店 自由行套票 台湾旅游界也推出了不少的服务举措 各个县市都大动脑筋的设计线路 抢占商机 大陆居民赴台团队旅游 自2008年7月18日开始以来 总体呈现快速增长 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势头 截至今年5月31日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人数 累计达234万人次 那么中国国家旅游局宣布 本月28号正式启动 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 香港旅游发展局认为 开放初期规模不大 相信不会抢走内地个人游旅客 但会考虑与台湾合作 推广一成多战 香港旅发局表示 去年内地到港的个人游旅客 有近1500万人 而两岸开放自由行初期规模不大 相信不会抢走到港的内地旅客 但就会考虑同台湾合作 推广一成多战 研究旅游的学者表示 内地开放赴港个人游8年以来 为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对台湾有启示作用 而香港要分战两岸旅游市场 首先是要增加航班 争取两岸自由行旅客过境香港 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方面的建立了这个旅游的关系之后 香港是有点担心的 就是说会不会的游客是少了来香港 我觉得在这方面香港应该做好一点的就是 从台湾建立起一个更加密切的旅游的关系 他又认为香港要开辟多些新的旅游景点 才可以提升竞争力 WOW TV 网线小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2号抵达阿斯塔纳 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胡锦涛将同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 就提升中哈两国关系水平 和其他共同关系的问题交换意见 两国元首还将签署并发表成果文件 双方有关部门和企业将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文件 在阿斯塔纳 胡锦涛还将出席15日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峰会 会议将签署上河组织10周年阿斯塔纳宣言 发表新闻公报 哈萨克斯坦是胡锦涛此次欧亚之行的第一站 他还将对俄罗斯 乌克兰进行访问 并出席第1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WOW TV 网纪小报道 广州增城 星期五晚上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 民众不满当地的治安队 殴打一名在街边百卖的孕妇 与警方爆发了冲突 更触发了近万名民众上街聚集抗议 当局指目前事件已经得到了控制 在增城市新唐镇大敦村仍然有大批民众聚集 有民众破坏公共设施 在村中间的大马路 有过百名手持盾牌及警棍的防暴警察严密布防 当地消息指 参加骚乱的大部分都是在镇内打工的外省民工 有外省民工指不时受到不公平对待 由村民组成的治安队经常与一些小贩冲突 所以也间接引起本地人与外省人的矛盾 网上消息指 触发这次冲突的原因 是一名在街边卖衣服的四川籍孕妇 被当地的治安队殴打 激起民众起哄 事件到星期六仍未平息 据报有一万人上街抗议 当局出动防暴警察驱散民众 当局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事件 表示那名孕妇在街边百卖组街 被治安队劝狱时 双方发生争执 令孕妇倒地 正当孕妇和丈夫上救护车时 被人阻挠 令围观的民众起哄 最后演变成谨民冲突 公安当场拘捕25人 而孕妇的丈夫也现身记者会 表示夫妇二人和胎儿都平安 WOW TV 网线小报道 据中国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 今天中国南方地区依旧多雨 江南 华南一带雨水较强 但和前两天相比 已明显的减弱 预计长江中下游等地明天开始 将再度迎来一次强降雨的过程 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 首次启动了今年重大气象灾害 三级应急响应 据中国气象局今早会商显示 明天起南方降雨又将再度加强 江汉南部 江南北部 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 都将有大道暴雨 部分地区大暴雨 此次暴雨持续时间长 范围广 强度大 容易发生山洪 山体滑坡 尼石流等灾害 中国气象局今天上午 首次启动了今年重大气象灾害 三级应急响应 据中国国家防总统计 截至6月11日17时 入境以来 全中国累计已有13个省 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遭受洪涝灾害 受灾人口1037万人 因灾死亡98人 直接经济损失 约86.91亿元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11号晚举行 在被媒体誉为 亚洲第一红毯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上 300余位明星悉数亮相 特别是来自华语电影 60多个剧组的集体携手 更是把红毯当成了 本次电影节开幕式的 第二战场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于11日晚 在上海大剧院拉开了帷幕 不过天空不作美 开幕式的红毯秀便遭遇大雨 这使得当晚走红毯的 数百位明星 包括组委会的工作人员 甚至连到场的影迷 都感到颇为辛苦 但尽管大雨飘泼 当晚电影节的红地毯 还是吸引了来自 华语电影的 60多个剧组的集体亮相 演员们以剧组为单位 甚至有人不止一次走过红毯 可见电影人们 把此次盛会都看作 一个十分重要的展示平台 今年出席红地毯的 明星和嘉宾人数超过300人 创下了历届电影节的新高 不愧被称为亚洲第一红毯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 马英九竞选连任办公室 台湾加油赞今天成立 正式吹响了 2012年选战的号角 马英九强调 改革不能停顿 台湾也不能再走回头路 马英九竞选连任办公室 台湾加油赞 12日在台北正式宣布成立 成立记者会除了有赞妹团 演出充满年轻活力的 台湾加油舞之外 马英九也身穿 台湾加油的潮流T恤 和台湾赞声团 赞妹团 赞妈团 一起高喊台湾加油赞 马英九在致辞时强调 过去三年以来 改变已经出现 改革不能停顿 台湾也不能再走回头路 他说台湾已经走出 闭锁 贪腐和斗争 他一定会照顾支持者 也不会忘记 对2300万台湾民众的责任 台湾加油赞执行长 由前国民党秘书长金博聪担任 成立记者会除了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台中市市长胡志强等 纷纷到场朱威之外 演艺圈 文艺界及体育界代表 也到场立挺 WOW TV 中文艺台新闻之后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时段 广告之后 我们还会给您带来今天的气文 我们稍后再见 迷人的风景 悠久的历史 全英文的讲解 让本土生长的华人 更容易了解到中国的秀美山川 和风土人情 旅游指南风星期一 三五下午一点半 带您一起去度假 体验Public Mobile无线的优点 向育夫手机道别 跟家用电话说再见 向真正的无线打个招呼 全省无线任奖计划 月非只要15元 无线收发邮件 月非只要5元 Public Mobile 华一收费 无合约 无额外收费 真正无线任奖 闪亮登场 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 2010年最佳汽车 也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它还是世界巡徽锦标赛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和巴西各战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 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10个标准安全器档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报播 欢迎回来 今天是2011年6月11号 农历5月11 您正在收看的是 国与中国晚间新闻节目 接下来又到了 我们今天的趣闻时段了 今天的趣闻 我们会给您带来 两条吉尼斯记录 菲律宾一名的男子 身高不足60厘米 被列入吉尼斯记录 成为世界上最矮的男子 还是站着梁 Jerry都只有23寸半 也就是只有59.9厘米高 身形与一个婴儿没有区别 这虽然令他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却令他成为世界纪录中 长得最矮的男子 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而且今天是他18岁的生日 真是双喜临门 难怪他如此高兴 上千人的合唱 您也许见过 但近千人吹萨克斯的场面 你可能就很少看到了 最近在澳大利亚悉尼 超过900人一同吹萨克斯 创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记录 如果光听音乐 你一定不敢想象 这就是940人同时演奏萨克斯 因为他们不仅为悉尼的 音乐节开幕而演出 还在为创造一个 吉尼斯世界记录诞生而努力 因此在这个星期里 性别 年龄 甚至国籍的差别 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专注的神情 和谐的吹奏 才是最大的亮点 最终他们以绝对的人数 成功创下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WOW TV 李超报道 期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多伦多的天气情况 目前我们的室外温度是 18摄氏度左右 多云 同时伴有31公里每小时的 西北风 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未来5天的天气情况 好了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节目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您随时发送E-mail 到newsatwawawang.tv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